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紅樹林新聞 我是許端毅 再來期關心淡水、北海岸還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大樂透在連續槓規八旗之後 昨天晚上順利開出頭獎 4.3億的採金一柱獨得 落在淡水自強路的採券行 而老闆表示會中頭彩 冥冥之中就好像有天注定一般 到底先前有什麼好兆頭 透過新聞帶您一塊去了解 頭獎到底是誰中了 裁冥行裡每個常客都有嫌疑 昨天晚上大樂透在連續供了八旗之後 開出了4.59億的頭獎 而開出頭獎的裁冥行就是這一間 位於淡水自強路 聽到開出頭獎的消息 許多常客也都上門祝客 想要來沾沾頭彩的喜氣 就是來恭喜他 昨天就跟他守歲了 然後帶動 然後把這個胡德里帶興旺起來 他做得很好 老闆做得很好 我就是很驚訝 但是也很興奮 對 因為我們這邊山上 應該說淡水這邊也很少人開出頭獎 有那麼大的獎金這樣子 對啊 那希望就是 從今天開始以後這邊就是淡水區這邊 大家都可以中頭獎這樣 到底是哪裡來的好運氣 業者表示 自從農曆年前 常客送了這一軍米勒佛造型的財神爺 到店裡之後 店裡的中獎率明顯提升 甚至他父親還夢到了開出頭獎 許多的好兆頭 都讓老闆一家人深信 開頭彩的日子近了 沒想到昨晚接到台彩電話 一開就是史上獎金第四高的打了頭 剛好今年運氣比較旺 是因為我們今年有多了 多了一個新的財神爺這樣子 從財神爺來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店的獎金就不斷的開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財神爺有幫忙到 五個號碼 四個號碼我還記得 我跟我太太講 現在我也忘記了 另外一點 結果最近好像有一點兆頭 好多蝴蝶在這邊回來回去的 真的真的這樣 我也覺得奇怪 怎麼這個時候會有蝴蝶 我想大概有一點點易感 對對對 因為我們是 我們這邊店是最迷你型的 代表我們大學發大財 由於投注站位於遠離 主要幹道的寧靜社區內 平日後來買彩券的也都是強客 他們也猜測應該是附近鄰居中獎 而業者也表示 目前中獎人還沒有任何表示 但開出了這樣的大獎 真的相當開心 也希望可以就此留住好運 跟大家繼續來分享喜氣 記得陳柏惟 帶人水採訪報導